你干嘛呢 哈喽大家好 我是阿金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这支视频呢 是想要跟你们分享一下 我这些年来买的墨镜们 作为一个头大又脸大的人 一直有两大困扰困扰着我 第一个就是买不到合适的帽子 怎么了 第一个是买不到合适的帽子 再来一个就是买不到合适的墨镜 我觉得我的脸就是 完全不适合戴任何墨镜 眼镜这种东西的脸 然后我的头也是就不适合戴 我觉得不适合戴所有帽子 但是每一次呢 我看到别人戴很好看的帽子 然后很好看的墨镜的时候 我又忍不住心仰 所以那种就很痛苦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 跟我感受过一样的痛苦 但是我这些年来的经验来看 就是因为我很少遇到 合适的帽子以及墨镜 所以我一旦遇到合适的 就不用说了 就直接买下来就对了 因为真的你错过这一次 下一个合适的就不知道在哪呢 所以今天想要跟你们分享的墨镜 真的是我这些年来 试过了专柜无数个墨镜之后 我觉得比较适合 像我这种脸大的人的 真的东西不多 但真的样样都是精品 天知道我选一个 我能戴得上的墨镜 有多难啊我的妈呀 就网上那些爆款啊什么的 我基本上试过从来都不行 就是这里就会卡住很痛苦 那我们从我现在有的 我最早的一只墨镜开始说起吧 第一个我自己买的墨镜 应该就是这个ribbon的 这个我真的戴了很多年了 大学大三的时候吧 买了现在真的很多年了 ribbon我相信很多人 应该都买过他家的墨镜 因为真的是 样子做工都不错 然后又比较affordable 比较便宜 我买的这个呢 就是他们家 达安红的飞行员魔镜啊 就是这个偏光的飞行员魔镜 是有点偏绿色的对吗 对 我看我现在还能戴什么 我很久没有戴它了 好像还勉强可以 我当时买的时候我还小 那时候我还瘦 所以不会感觉到什么 然后这个就是我觉得 算是对我来讲 刚刚好吧 就卡在这里 带时间久了 可能会有点累 但现在就还好 它的鼻拖也蛮舒服的 就是这个地方 如果我要大笑的话 然后就在这里可能会卡到 但是我很喜欢它的原因 就是它很酷 它刚才半酷非常帅 因为偏光的 你也看到 就别人也看不到 你再看它们 我就经常戴着它 然后看身边的美女 这个墨镜质量还真的是 就已经压出印来了 我就特别容易 鼻梁特别容易被压出印 这个还可以用来当个镜子 虽然你在里面会变形 会看着自己特别的丑 但是这个质量 我真的没得说 戴了这么多年了 一点问题都没有 然后它的金属 也完全没有氧化呀变形 任何都没有 结合它的价格来看 我觉得它们家墨镜 真的太良心了 这应该算是我当时 自己赚钱 然后买的 就是拿自己的钱 买的第一个墨镜 我记得我当时买的时候 我真的还蛮激动的 就开心了好久 然后那段时间 戴它的频率特别高 但是现在 有了逐渐 有了其他的新宠之后 戴它的次数 就真的越来越少了 而且我感觉因为 变棒了 就是所以这个 会有一点点窄 就不是那么的舒服了 所以我也就不用再戴它了 接下来要跟你们说呢 是这款Gucci的墨镜 看起来是不是很大 对我刚 我当时也是因为它大 才买它的 然后它整个是 这两年比较火的 这种浅色的 算是半透明的镜框吧 我觉得时装感 更大于它的使用性 因为我戴墨镜 很大一部分原因 可能是我今天 眼睛没有化妆 或者是我想要 看别人的时候 但是戴上这个的话 就这两个作用完全就没有了 就只是一个遮阳的作用了 但是它就剩下好看 是一个粉色的渐变 然后从上面到下面 依次变浅 然后给你们看它的侧边 这里有一个Gucci的标志 我觉得就看起来 就有点不一样的感觉 然后整个这个真的很大 看起来就很大 感觉我最近瘦了 就戴上感觉 脸不那么肿了 就戴上没有那么困难 还可以吗 我当时也是看了好久 就觉得它真的还蛮好看的 这个还有一个故事 我跟你们讲 当时我跟我妈去巴厘岛玩 然后我带着它 然后就把它给我妈带了 然后我们去一个景区 就全部都是猴子 当地猴子特别多嘛 并且它们觉得猴子 是它们的吉祥物 所以它们都很尊敬猴子 然后当时我妈就把这个墨镜 大概就这么架在头上嘛 然后我们就再往外走 然后突然一个猴子 就跳到它身上 然后就把这个墨镜抢走了 然后就叼走了 就玩那个墨镜 然后我们俩就跟着追啊 但是那个猴子 就它在那个草丛里跑嘛 我根本没有办法追上它 我想完蛋了 我的墨镜八成 这回是打水漂 肯定回不来了 然后当时它那个公园里 工作人员刚好路过 就拿着那个肠杆 就帮我追赶那个猴子 然后那个猴子就 把这个墨镜就丢下了 然后我们才能给它拿回来 然后拿回来之后 我就发现 就这个鼻托全部都掉了 就全部都咬掉了 然后回来我就找了一个地方 然后帮我安了一个新的鼻托 所以现在这个 其实已经不是原装的了 但是因为我真的 还蛮喜欢这个墨镜的 我觉得就是它 遭受了这么一劫之后 竟然还没有离开我 就可能我们俩的缘分 还是很大的 我选墨镜主要看两点 一个就是这个宽度 够不够宽 不然的话 我虽然可能能戴上 但是我要把那个腿 稍微往外掰一点 然后才能戴上 但其实那样 一是不好看 二是对墨镜也不好 再来就是 真的你自己时间久了 会很进步很难受 然后再来一个 就是它下面这个地方 它一定不能卡到我的脸 因为有很多墨镜 它是如果你戴上去 你从侧面看的话 它不是这样子的 而是有点往里扣的 就是这种倾斜的面 然后如果这样的话 真的它就下面 就会非常卡到我的脸 尤其是我一笑 你这个笑肌 然后一凸起来 然后就会特别卡 特别难受 所以这两个应该是我 选墨镜 最让非常看重的两点 然后之后 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 一副墨镜 但是它已经坏了 现在已经真的是 只剩下它的残肢还在了 这是Gentle Monster这个 这个应该是18年款的 我给你们看一下 它的残肢 我超爱这副墨镜 但是我前两天就问了 他们说 这样已经没有办法修了 我特别难过 你们看 你们看 就是也是一副偏光的 但是它这副是偏金色的光 这个我特别喜欢 加上它金属的这个外壳 我当时可爱它了 你看这个腿已经断成这样了 然后这个鼻脱 你们看 已经扁成这样了 就是我有一次出去 出去蹦椅地的时候 然后太开心了 然后挂在这里 然后掉地上了 然后下机就被裁断了 Gentle Monster就比较适合亚洲人嘛 所以戴上之后 你会特别舒适 我再给你们看一下 它大概应该是 这个样子的 烦了 这个样子的 然后戴上呢 就是这个样子的 是不是很酷 我记得我当时有看到 冰冰戴这个 然后我就超喜欢这个 因为它侧面看 你看 你看它侧面 它其实是 这个镜框是有一点点厚度的 所以看起来是会很帅 但是下面这一块 它侧面是很厚 但是到下来 这边就变得窄了 所以它不会卡脸这个地方 就会舒适很多 并且这个宽度 我记得大概是56吧 就是戴上去还是蛮舒适的 蛮适合大脸的 我好心疼啊 我一直在想要不要再去买一个 好惨 我戴了它没有多久 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我决定我会留着它的蚕食 提醒我自己 太惨 Gentle Monster他们家墨镜 我真的我也是看了很多年 试了好多 我记得它家最火的应该是 就是那种黑矿的那种超黑墨镜嘛 网上很多人都说 戴着那个超油范儿 然后可以遮脸啊什么的 但是我去试了 我基本上每一款都试了 完全不是那个样子 难道说我的脸真的已经 大到超乎正常人的范围吗 嗯 可能是吧 但是它真的每一个黑色的 戴在我脸上 我并没有觉得它遮脸 相反的会很卡我这里 就会显得有点奇怪 根本遮不住我的脸好吗 接下来要跟你们说呢 是一只超级便宜的墨镜 我当时买它 我真的没有想到它有这么的便宜 我当时买它 其实是想用来拍照的 就觉得很酷 是今年特别火的一款猫眼的墨镜 给你们看 是这个样子的 黑色的矿 然后金色的边 看起来就是还蛮简约的那种感觉 我给你们看吧 这个我正常戴 我完全是不能戴的 就是很奇怪 对吗 所以我一般就是拍照的时候 大概会这样子 就是搭一下吧 所以我其实很少戴它 这只是一个装饰型的墨镜 来拍照的 平时其实不是那么的 不是那么的适用 然后这款墨镜 我给你们看啊 它当时给了我这么一个 我在ZARA买的 好像只要二三十刀的样子吧 然后当时给了我这么一个眼镜盒 我当时都惊呆了 我说我二三十刀买一个墨镜 你还给我一个这么好的眼镜盒 那你这个墨镜才值几个钱 我当时真的特别惊呆了 因为它除了这个还给了我一个 那个墨镜包 就整个竟然看起来还不错的样子 但是又这么的便宜 我都惊呆了 然后这个猫眼墨镜也算是比较少数的 我能戴得上去的猫眼墨镜 所以我还蛮满意这个的 如果大家想要找一个类似于这种 就是只是拍照来用的搭一搭的墨镜的话 那我看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他们家这个 真的太便宜了 这套是我最近买的一个 我看了很久还蛮喜欢的 是我现在砖柜去试了 就是Dior很火的这个给你们看一下 我在砖柜也无意间试到了它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 哇塞它上脸真的好轻啊 就你完全感受不到它的重量的那种 因为很多时候我戴墨镜 尤其是那种金属矿的 戴久了你会觉得就是你的 整个头就被压得你会有点头痛 但这个就完全不会 就是这一款 型号我有点忘记了 我等一下会放在下面 这个应该是他们家近两年比较火的吧 一个是这个就是 它全是这种应该是树枝材料的吧 然后这个鼻托是连在一起的 不是单独的那种鼻托 然后还有一个是他们家那个金属矿 然后戴额外鼻托的那个 那个也很好看 其实那个说起来的话 更会时尚一些 但是那个比这个重量会稍微重一些 这个当时真的我觉得好轻啊 就是你完全感受不到它重量 然后戴的话 这个我记得的话 它的宽度应该是有59 就非常的适合我这种大脸 就戴上去就整个很舒服很舒服 然后它的颜色的话 其实是有一点渐变的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出来 应该是有一点蓝色跟红色 这么一个渐变的效果 然后这个还会有其他的配色 就会有比较浅一些的颜色 我自己还觉得这种才是真正的说 能遮脸显脸小的墨镜 其他那些真的都是噱头 根本就不遮好吗 这个对我来说 我觉得还是能有一点遮脸的效果的 然后它戴起来真的是很舒服 因为鼻托这里 就它完全不会压你的鼻子 然后这里我笑起来 也不太会卡我的脸 就我还比较满意 就是不能够用来当镜子了 因为它其实是半透明的 这么一个效果 对吗 OK那这就是今天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啦 这些墨镜 真的是我这么多年来 试过这么多墨镜 挑选出的比较适合我这种大脸的人 所以希望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然后价格的话 基本上从比较品价一点的 然后到大牌的都有 就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 我觉得墨镜这个东西 就是它不在于它多少钱 而是真的你自己戴着舒服是最重要的 OK那谢谢大家的观看咯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请帮我点个赞 如果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话 请订阅我的频道 在这边还是在这边 我也不知道 就反正下方的小铃铛 请订阅我的频道 那我们下期视频见咯 拜拜 拜拜 一簑 等一簑 一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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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簑